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六年乐班24号杨夕 今天我要推演书的题目是 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妈妈说,读书不仅能增加知识 才可以变优雅又有气质 今天我要推荐的一本书叫 投资大师巴菲特 巴菲特是一位投资大师 从小就立定志愿赚大钱 这天巴菲特在图书馆书价前找书 突然一本书的书名发出了强烈的讯号 吸引了他的眼光 一千种赚进一千美元的好方法 巴菲特苦不及待地把书本翻开 读了第一页之后 他就停不下来 而且想快一点把书看完 读完这本书后 就深深的影响巴菲特立定志愿成为百万富翁 来跟各位说说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吧 这天巴菲特和他姐姐买了三股的城市服务优先股 当时股价是每股38.25美元 很不幸的股价却一直往下跌 跌到每股27美元 巴菲特每天上学都要忍受姐姐的提醒 你知道我们的股价每天都在下跌吗 你知道昨天的收盘价是多少吗 我们再这样下去情况会不会更糟啊 所以当股价涨到40美元时 巴菲特立刻把它卖了 谁知道股价却一直往上涨 涨到每股202美元 这是巴菲特的第一个投资 而巴菲特也学到了三个宝贵的教训 一、不要老是想着买进时的股价 二、不要小赚就心满意足 第三个教训则是她姐姐给她的 除非很有把握 否则不要为别人的钱负责 读完这本书 我也学到了投资理财的心白 不要心慌跳沉稳 买东西前先三思 一、你有没有那样东西了 二、你为什么要买 三、价格合不合理 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我妈妈 买了这本书给我 让我学到的精神就是 投资理财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啊 我的演说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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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